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 学校的旁边开了一家汉堡店 据说老板用的是秘制配方 做出来的汉堡无极味道独特 同学们吃完后更是干不绝口 以至于每天放学 同学们都会去哪里买汉堡 而老板是一个少年的正年大婶 他看到同学们更得虎瘦如柴 非常心疼 所以每次买汉堡都会给同学们多放一点料 小明在尝过汉堡后 发现着汉堡竟然比辣椅桶里的剩饭还好吃 简直美胃爆了 从那以后小明每天都会去买汉堡 只要一天不吃就会浑身难受 渐渐的小明越吃越胖 最后竟然胖到连教室都进不去了 一天晚上小明特别想吃汉堡 可就在小明买汉堡的路上 突然又到了女神躲了 哎呀小明不好了 昆昆不见了 这这这发生什么事了 白天昆昆说要帮我买汉堡 结果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你有看到他在哪吗 这这这我没有看到呀 我还要去买汉堡呢再见 可就当小明来到汉堡店的时候 却发现老板已经很久没有开店了 这时仓库那边突然出现了开门上 小明一看原来是老板正在仓库里面 不知道干些什么 哎这大马上的老板不会是在制造美食吧 嗯如果我偷偷学会了 那以后几个硬发薄 想吃多少就有多少 于是小明便在旁边偷看了起来 可很快小明就后悔了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兄弟们西瓜普类开始了 只要是帮几号投过票 同学都会有福利的 希望大家能多来我直播间帮我投票 真的非常感谢呀